这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居然从床下抽出了一把水果刀 东哥说 我早就猜到一个碟子可能杀不死你 所以我寄希望于阿雅和富贵 没想到他们俩这么不中用 我们就不完硬的了 直接拼个你死我活吧 我们的秘密都被你知道了 反正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两个男生撕打了起来 虽然东哥手里有刀 但他的力气没有小鱼大 刀反而被小鱼抢到了手里 小鱼刚欲分手又遭打击 一怒之下 居然把水果刀狠狠地刺进了东哥的胸膛 东哥的身体晃了几下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小鱼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努力思考如何把尸体藏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听到背后的门传来嘎吱一声 门怎么会开 刚刚明明是锁着的 小鱼一扭头 看到阿梦缓缓地走了进来 小鱼心里咯噔了一下 抢笑着说 阿梦既然你来了 我也不瞒着你了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 你配合我一起把尸体藏起来 咱们俩还和以前一样谈恋爱 第二条路 如果你不配合我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生死关头 我是不会让你活着离开的 阿梦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微微地一笑 小鱼 有件事我也不想瞒你了 你有没有想过 东哥是从哪儿弄到 那么恐怖的碟子的 这东西在普通的店里能买到吗 这 小鱼一时语色 阿梦说 其实 碟子是我上次来你寝室的时候 偷偷放在东哥床下的 我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东哥发现碟子 并用它来害你 难道 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你 你是被阿压他们害死的那个女生 小鱼猛地想了起来 阿梦冷冷地说 你还是很聪明的 不过 我并不是被他们害死的 我早就死了 我之所以找到你们 其实是在施行我的一个计划 我假装被你们害死 然后利用你们的私心 挑起你们的矛盾 让你们害来害去 只有你们的心都变成了恶的 我才能将你们一一杀死 夺走你们的心 只要吃掉你们的心 我就能变得更加强大了 小鱼现在终于明白了一切 但是已经太晚了 之后 给你们的心都变得更多了 我那么帮大家 谢谢大家